四川最值得去的十个地方 最后一个不对外国人 开放 一都江燕 这里四季分明 夏无酷暑 冬无严寒 历经两千年风雨 都江燕水利工程依然发挥着巨大作用 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中国五一级旅游景区 二峨眉山 一山有四季 十里不同天 一定要站在金顶远眺 感受 一下一览众山小的气势 三四姑娘山 它由四座连绵不断的山峰组成 常年冰雪覆盖 如同投披白沙的四位少女 被誉为东方的阿尔卑斯 四甘兹里堂 世界上最高的县城 被誉为天空之城 五打鼓冰川 人称世界上最近的遥远 山顶中年积雪 山峰错落有致 是镶嵌在四川的一颗璀璨明珠 六臂蓬沟 被比座四姑娘山的美丽背影 浓绿的树 深红的叶 青青的湖 湛蓝的天 纯白的雪 这是个多姿多彩世界 七道成亚丁 保持着在地球上尽绝技的纯粹 因其独特的地貌和原生态的自然风光 被誉为中国香格里拉之魂 也被国际友人称为水蓝色星球上的最后一片净土 八贡嘎雪山 海拔7556米 被誉为鼠山之王 遇到这日赵金山 一定别忘了许愿 九九寨沟 九寨因水而美 因水而活 因水而神秀 所以由九寨归来不看水之说 石金口大峡谷 被国家地理 评为中国十大最美峡谷之一 这里曾经是一个秘密军事基地 所以不对外国人开放